來 看來是這個經典社會 中華代表隊 第一次這個比賽之後 會後的記者會 中高年跟這個 楊代工 楊耀勳 他們面對到記者的時候 有另外一次共調說 這個人比較是一個真強的對手 這次的中華隊是 康律團結跟向心臨的這輸氣 臨美政北京 中華隊以一分的差別 適合南韓 但是阿哥議員 晉級北京 在比賽之後的記者會 中高年社長跟楊代工 楊耀勳 表情很失望 說到今天賽中華代表隊 連續贏了兩場 最後輸給南韓 中高年謝長康 昆仁耀勳的表現 楊略說這是一支最有自信 團結凌駕你最強的球隊 但雲耀勳的楊耀勳 在三場的儀賽當中表現真好 在比賽之後 記者會面上 他家謙虛 跟羅公式高年 也固定隊員團隊精神 對MVP不是我一個人的 我就是全部隊友 教練團 還有幕後的人 他們幫助我 我覺得大家都同心協力這樣子 然後我沒有說自己想要打 然後自己想要當英雄 完全是沒有這個 這一回事 雲耀勳的楊耀勳在這場的 中漢大載比賽當中也表現真好 在旁邊人團隊的時候 倒邊出鏡頭 流血受傷後 讓教練換下來 他說中華隊技術可以有這種性質 希望跟教練一天的 學生信心和尊重 可以說是很重要 教練教我們做什麼 然後選手都不會講 就是相信教練 然後教練也非常相信 也非常信任選手 所以可以 我們才會有這麼好的成績 楊氏兄弟在中漢大載當中表現出席 今天陳秀志的 多了五年又再多黨隊的機會 你救命的熱情 也是對救援最大的支持 教練團隊王靖明 在中漢大載當中 劃開了危機 對防守後悔了穩定的作用 接著來要去專家比賽 既定王靖明來生發比賽第一戰 記者綜合報導